在台灣沒有一個針對屬於專門在做研究跟繁殖的漁場 所以後來自己創業的時候 毅然決然說 那我就陸續進口一些野生的品種來自己繁殖 爬上這個觀賞魚的不歸路 我們還是以屬於為最大宗 那磁雕科也有 登科也有 反正市面上比較流通的觀賞魚我們都有做 屬於因為每個產地都不一樣 那一般我們會去針對它原產地的PH值跟水的硬度、軟度 然後我們適時會進口一些野生來做投資 然後一隻屬於從野生到繁殖出來 能上市可以賣可能要到四、五年 所以還是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了解它 有時候我們會進一些野生然後撿第二代、第三代來繁殖 因為野生魚對我們台灣的水質不是那麼適合啦 還是要讓它們適應一下 觀賞魚嘛 就是要漂亮 然後要漂亮的話呢 就是它的尺寸要取全 然後偶爾它會生出一些機型的 生出這些機型的話呢 我們還是要用人工一隻一隻去挑選 所以我們人工費用還有那個品質、出貨量 這個都有一些控管 這個屬於呢 跟觀賞一樣 我們一開始會先玩入門的像我們買車一樣 我們買入門的 知道它的性能 那魚也是一樣 入門者你會先買一些比較便宜的 增加自己的新興度 了解它的習性 這時候你就可以進一步再挑戰比較高階的鼠 鮮夏食譜呢 在我使用的這半年當中 我覺得它的蛋白質還有適口性對魚汁的成長健康 免疫力的提升我覺得非常有幫助 而且它的適口性非常好 對水質呢 不會產生污染 可以取代那個野生的紅蟲啊 因為屬於需要一些額外的蛋白質 它的成分真的很好 每當我投下去的時候 觀察的時候 它的攝殖狀況比一般其他飼料來的速度更快 健康程度跟體色的表現也比一般的飼料更好 除了有好的環境 還是有好的飼料 你可以去考慮一下鮮夏食譜 真的不錯 我用過的飼料是最好的一種 18歲 從澎湖到屏東這個地方 開始養殖 除了當兵以外 沒有其他職業了 唯一的行業 從零到有 到現在這個規模 已經走了30年了 養魚跟我們聽音樂 寫書法一樣 會帶給我們心靈的平靜 讓你跟魚的互動 在投胃之中 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感受